由單位外望,雖然前方大部份都是樓景為主 但位處高層,打側可以望過寶林北路一帶,翠綠山亂 在十大南丑屋苑,將會找到新都城的兩房單位 放盤單位景觀,算是屋苑二線級別 雖然望到小樓,但距離都算多遠 因為大部份新都城的屋苑都是望樓為主 一期五、六座的FG單位,其實是向東南 可以望到暴風公園,方向都不錯,向東南 二期個別有些單位,在九座十座高層 個別單位向東北方向的單位,可以望到少少眼前的外景 單位實用363呎,兩間呈眼鏡房開織的睡房各自有50呎大 最大好處是全屋不設走廊,布局上方方正正 這個間隔是非常實用 但也不是沒有缺點 傳統眼鏡房職,最驟忌就是五門歸心 多數會採用靠近睡房這次長新放電視櫃 前面再放一張小梳化 梳化後面就是成為飯廳區 是新都城面積最小的單位 十年前150萬的貨員,今日叫價680萬 圍到每呎18700元 覺得開價誇張,對嗎? 但實情四間銀行有三間股道甲 匯豐開打股687萬 恆生甚至到697萬 只有中銀股671萬 和叫價有9萬元差距 超出所有按保範圍 所以要預四成首期 大約預備272萬港幣才行 連同經紀勇金 離任和律師費大約33萬 一定要持有300萬港幣才可以進駐 只要拉到最盡30年還款期 息率兩離一五去計 月供要15400元 大約預入40500元 可以通過加息三離的壓力測試 好嗎? 沒有期待 等會關禮 �珠 白 soldie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